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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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强调的是什么?提前来是人民民主专争 人民民主专争实际上它还是无产有专争 所以这一点上大家是一样的 跟其他社会的国家一样 正因为我们强调了人民民主专争 这个人民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说我们比起当时的巴黎公社 比起以前的苏联 都更加有广泛性 更加有广泛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不是很可靠 同样大家注意到 我这样说你一定要质疑 你要问一问,有没有道理? 连马克思讲的话你都可以打个问号 到底怎么样? 我们这里在一个老师讲的 你完全可以质疑,不同意见 关键是看我们确定对这个观点后面 怎么个分析,怎么个认证 我们说 当时巴黎公社强调的是工人阶级 到了苏联强调的是工人和农民 工农阶级 他有时候讲工农 而这个农是什么? 农就是穿了军装的工和农 说到底还是工农 那么问题是在中国的情况下 我们说中国强调了一种 人民两个事 这个根源 人民民主专业 我们从真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到人民政府 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 人民政治协商会 人民在中国就是强调人民 人民 这个人民,各位 它是有特定含义的 如果不是特定含义 你一般意义上讲 那西方都早就讲了 人民主权 主权在人民 你观念 你对人民这个概念 又怎么理解 通常讲的人民 在西方的概念当中 人民那就是社会信用 我们这里讲的人民是什么? 它是没有用苏联 苏埃埃的工农算数 我们讲到人民主权 人民就是当时 要想超越苏联的工农 苏联强调工农民 我们要超越这一点 所以我们不是讲中国的工农 民主专政 历史上有过 革命根据的历史上有过 我们不说了 甚至照搬过苏维埃 历史上有的 但是后来从49年前后 我们就越来越明确的强调人民 那像当时强调人民的毛泽东 他就是把它明确的下来定义的 什么叫强调人民 那就不仅是工农的 大家想一想 当时49年竖起来的第一名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上面有五颗星 大的星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 他说核心 观念四颗小星是什么呢? 你知道当时四颗小的五小星是什么呢? 它就是代表了当时所说的人民 当时所说的人民包括四个阶级 哪个四个阶级? 第一,工人阶级 一颗星 第二颗星 农民阶级 第三颗星 城市小资产级 第四颗星 什么? 第四颗星 对 民族资产级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了 关键的一个问题了 民族资产级 也就是说我们49年前后强调我们的人民 人民 它的实际的爱含义 就是四颗星 四个阶级 那你想 这四个阶级 比起原来苏联讲的工人农民 是不是更加超越了 更加扩展了 更加广泛呢? 它说它是两个阶级 我们也有四个阶级 特别是这一点要注意到 跟中国国情的结合 如果按照马克思特别是另一个观点的话 你怎么可以把资产阶级 拿过来变成人民呢? 马克思主义就是要达到资产阶级的 啊? 人民以常要的资产阶级 这么有资格来成为我们人民中的一员呢? 我们就是工人农民啊? 劳动者? 诶? 这中国很有意思啊? 中国的特殊国情 我们不继续打算啊 就是因为半政门离半封建 静态以来的社会 半封建的这个社会 这样的性质下 所以呢 连中国的资产阶级当中 也有一部分是反币半封建 也就是说这部分人 资产阶级的这部分人 他是可以被团结到人民当中来 成为人民当中的一部分 来跟人民一起反币半封建 建国以后跟人民一起建设这个性质 当然这是资产阶级当中的一部分 至于另外一部分 那是官僚资产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政权封建这个阶级 是密切相关 所以他们的帝国主义也加于可靠 所以当时 而公共的分析 官僚资产阶级 不能作为人民 作为敌人 作为敌人 所以要注意 我们不是简单地说 达到资产阶级就是 三作大散之一 不 我们说是资产阶级的 官僚资产阶级 我们才把它看作是 三作大散 依旧是革命的对象 官僚 我们就留下了一部分 什么呢 资产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 什么民族资产阶级 就是爱国的 他很爱国 很想发展中国民族资产 资本主义 他有两面性的 既有妥协性 远落性 也有革命性 也有反帝反复性的这样一种要求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团结过来 用当时毛泽东他们的话来说 能够团结到人民当中来 能够团结过来 都我们感到不团结过来 我们总共要希望 团结到人民越多越好 把敌人说得越少越好 特别没有办法把它团结过来 他非常顽固地要站在人民的对面 站在反革命的内障 那我们就把它团结给人 而其他的能团结过来 尽量团结过来 同一展现 广泛的同一展现 他说我们自己的力量 总希望搞得越大越好 我们希望 敌人的力量 希望把它说得越小越好 你不要把 可以团结过来的中间力量 都推到敌人那里去 我们尽量团结过来 正在这样一些思想制造下 所以我们确定了人民 确定了人民 是四个阶级 四个性 在这个意义上 也就是这 所以说一句什么呢 也既然把它看作人民 当作一部分了 所以他们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当中 他们也享有选举权 民族资产基金 照样享有选举权 可以选代表 甚至也可以当代表 我们在建国初期 人民政府里面 甚至还有不少是 民族资产基金 和城市小资产基金的 一些代表人物 当部长 当副总理 当人民政府的副主席里面 那是民族党派的特别人物 他们就是说 民族资产基金 和城市小资产基金 还好当部长 当政府副主席 当人民代表 显然 他们是人民党的一员 所以各位 我们说 这一点上 更加 我们不是硬要讲它 更加广张 你这样分析 你说 是不是这样 四个阶级 比仅仅公共阶级 是不是更加广泛呢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特色 在建国初期 很明显 是可信 那么到后来 有什么变化呢 后来有变化 我们就讲今天 今天我们讲人民共和国 人民代表大会 这个人民是什么呢 还是这四个阶级 五六年 不是消灭了 这个民族资产基金 作为阶级 消灭了吗 那么 现在呢 各位 大家看 现在是 四个阶 当时是四个阶 四个阶级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特色是会发生变化的 这个特色 本身 作为一个特色 更加广泛 这一点上 没有到今天还没有变化 还有 还有 它具有 但是 它的内容是发生变化的 建国初期 四个阶级 也就是四个阶级 到现在是四个阶级 是不是依然是更加广泛呢 这里所说的 所有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那这里面主要是功能劳动 但是 我们强调了 不仅这些是人民 还有 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也是人民 你要注意到 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它 比起 这个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来讲 它不一定是劳动者 所以我们将它 放宽来讲 只要你是爱国者 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而劳动者 总是 用户社会主义的 在这个宪法下 这部宪法 必须用户社会主义 那么 你劳动者肯定是 用户社会主义 那么 它这里讲的 不一定是 劳动者的爱国者 劳动者 也一定是爱国者 但爱国者 不一定是劳动者 所以当我们强调 用户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也是人民的时候 它就拓展了 不一定是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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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劳动者的 你只要拥护社会主义 你只要是爱国 也是人民 还有 拥护主义的爱国者 你想想 前面两个者 难道他不拥护社会 不拥护主义 不拥护主义 那基本的条件 他肯定要拥护主义 你要拥护主义 那你肯定不是人民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在前面两个者的基础上 他尽力不拖展 就是你只要是拥护主义 统一的爱国者 也可以把你看作是人民的部分 言下解 我就不强调 这些人就不强调 他一定要拥护社会主义 只要拥护主义 只要是爱国者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主要是什么呢 港澳台 海外的华侨 这样去 你要他们拥护社会主义 那是不现实 那要反而搞乱 正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港澳台 我们可以搞特别行政区啊 考一国两制啊 什么一国两制呢 他那个继续不搞资本主义啊 他不理解社会主义 不拥护社会主义 没有关系 他把他的资本主义 但是他只要 拥护主国统业 他只要爱国就可以了 如果你台湾 你陈水边 你要搞分裂的话 对不起 你就不是人民 你是一人民 如果你是也拥护我们 主国统业的搞一个中国 那你有其他的政见 有其他的想法 都没关系 我们也算你是拥护主国的人 爱国党也是人民主义 所以你想想 这个者 第三个者 是不是更拓展了 你不用这么说 可以啊 那当然特地的面对 好了 现在就是大奥台河 台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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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